要問平常哪裡書香味是最濃的呢 高校得算一個吧 裡面書也多 學生也多 下面說這個高校呢 厲害了 除夕央視春晚 山東藝術學院的同學們 登台現舞 為觀眾們呈現了一場又一場 絢麗的表演 我們來看看 哈囉 大家好 我叫朱山儀 今年21歲 我是來自山東藝術學院 大澳的學生 今年 包括我在內 與我們學校40名學生 一起參加了火年央視春晚 虎年央視春晚直播結束後 朱山儀和老師同學們相繼回到家裡 今年是山東藝術學院的同學 第四次登上央視春晚的舞台 作為山東唯一的高校團體代表 他們今年參與演出了 《時代感》 《春天的鐘聲》等八個節目 唯一歷年之最 這個《時代感》後的這些框框 大部分都是我們 像這個 這個小男孩 他在千禧旁邊 就和千禧捧框了 然後這個節目都在 大象前面這一流都是我們的 然後這個是我 就剛剛那頓下是我 《山東藝術學院》的學子 今年不僅有八個節目要登台 更是在開場的兩個節目中 成了排頭兵 這讓換裝成了同學們 最緊迫的大事 就有時候我們開場衣服裡 然後套上第二個節目的衣服 然後就特別的熱 然後看起來特別的孤男的 當時下場的時候 就不管是誰 然後就一直在那喊 快點讓開 快點讓開什麼的 然後就一直在搶床 精彩演出的背後 沉浸著努力拼搏的汗水 從11月20號開始 舞蹈學院的師生就前往北京 進行集中訓練 70多個日夜裡 他們背負著不小的壓力 今年因為參加的院校的團體不多 大部分都是專業團體 他們都是老牌的那種春晚的班底了 我們學生和他們相比的話 在這個完成度上剛開始 因為學生把他跳的這種作品 跳得少 不如演員來得快 山東藝術學院舞蹈學院院長 李軍告訴記者 參加央視春晚對舞蹈學院 和學校意義重大 談集能連續四年上春晚的原因 李軍表示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秘訣 我們如果說有秘訣的話 就是抓好我們教學 讓我們的學生有更高的水準 用更高的能力 讓別人覺得用我們放心 用我們的學生可以更好地完成 他們的創意 這就是秘訣 那個山東藝術學院 這也是我的母校 三個字 我驕傲 據了解這群孩子都是00後 大部分是大一 大二的學生 在央視春晚這樣的大舞臺上 小小的年紀就經述到了 這樣的考驗 展現出了很高的水平 給全國觀眾帶去了歡樂 真的是特別棒